家属跑到邮局气冲冲之一 爷爷今年5月到方月邮局 短短不到一个礼拜 分两次总共提领了80万元现金 上周往生 家属认为爷爷生活单纯 也没欠人家钱 突然提领巨款的情况相当可疑 因为之前曾有不明男子登门拜访爷爷 地上贩售茶叶的名片 家属怀疑野海乡下地区有诈骗集团出没 专挑独居老人下手 认为邮局处理老人提领巨款时 为善禁把关职责 没有通知警方及时关怀并制止 我算是在严重怀疑说 他这80万可能是被人家骗骗骗了 然后因此 忧郁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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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忧 然后造成这一次这么严重 希望不要有下一个受害者 同仁警觉心不太够 这点我们还要再加强来训练扶导他们 全案依规定受理 并积极调阅监制器持续追查中 邮局回应老爷爷提款时没有异状 当时也有关怀老翁提款的用途 但提领的款项没有超过金款 规定必须查询身份的50万额度 因此没有通报造成遗憾 承诺会改进加强远共训练 华世新闻林千锋 杨宗宇 谢中益 章话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